我們現在談這個 隱西葉為什麼能夠當選 其實在南韓裡面 其實不是剛才講的風水的 清華台風水的問題 他是什麼 檢察官獨大 超越警長 超越了其他的這些部長 所以你要看這個什麼 在南韓裡面 而且他的警察官是很 很政治化的檢察官 所以雖然他沒有當過部長 但是他們其實就已經很政治化的東西 所以檢察官可以帶隊 去把那個總統抓起來 朴槿惠抓起來把這個什麼 這個之前的李明博 李明博也把他抓起來 是這樣的東西 然後文在寅就覺得說 哇這個檢察官那麼大的官威 這個要改革 所以他就要在他任命就開始要改革 改革以後他就任命這個隱西葉 當那個檢察總長 然後又上面找一個華務部長一樣的 來壓著他 可是這個華務部長因為什麼 類似這個什麼 這個家庭的問題啊 就是妻子跟那個女兒作假 所以坐了13天就下台了 下台以後呢 這個什麼 這個 檢察官就大決了 隱西葉又開始那個了 所以文在寅就找他了 又找他那個問題了 他一定有問題 所以呢 因為他也沒做幾天就下來了 但後來呢 查的結果沒有什麼任何的一個問題所在 又讓他複職了 那文在寅還為此而向全國道歉 這是一個等於是韓國的一個政治結構裡面 有很大的一個問題了 所以這一次在上來以後 這個還有就是說 這次隱西葉 他能夠這樣輕易的當選 我們知道南韓的男人是很大男人主義的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了 那女人都在男人面前都不敢講話了 那現在已經改變了 就變成大女人主義了 男人當然很憋啊 所以這次這些奮親就支持這個什麼 保守派的 以前都是支持這個比較屬於基金派 在現任的時候就基金派了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是完全反過來的 那個叫做光州 光州事件裡面 以前都是給那個基金派的 大概可以拿到九成的選票 這次大概拿不到六成 整個都倒到這個隱西葉這邊來了 所以就促成他淡選很微妙的一個什麼 很微小的這個淡選的一個原因 好 那麼在這樣的東西 我們看來整個東北亞的局勢裡面 我也看得出來 說實話任何的韓國總統選戰的時候 都是很硬的啦 真的上來的時候 就像跟著那個趙燕想過了 富人是怕打仗的啦 對不對 北韓我們看過的愛的迫降裡面 說實話什麼都沒有嘛 對不對 你愛打就打嘛 對不對 打了的話 這個可能人民還可以有機會 這個什麼逃走耶 你不打就對了 但是南韓怎麼敢打 所以那個什麼 選舉的時候可以大聲的說要打 要嗆聲 選後就不會啦 我們這邊也差不多啦 選舉的時候都很大聲啦 選後以後都是維持現狀的啦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